直到听到施奶妈的这番话 才明白她对大熊猫巴斯的爱有多深 眼前的巴斯虽然已经是35岁的市民高龄熊猫 但她的一生用传奇二字形容一点不为我 由于巴斯运动表演天赋十分强大 1987年她漂洋过海前往美国开启巡演 在当时有300万美国人 命运排队5小时也要观看3分钟表演 甚至有富婆直接豪至70万美金 只为近距离看一眼巴斯 从美国回来后 巴斯直接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熊猫 次年就登上了央视的春晚 给全国观众表演杂技 也正是在这段逐渐走红的时间里 巴斯遇到了照顾她一生的施奶妈 对方将她当成了亲儿子疼爱 而这一照顾就是整整26年 晚年的巴斯患上了白内障双目失眠 为了减少麻醉对她身体的影响 施奶妈不顾危险选择无麻醉状态抽血 而她的手臂距离嘴巴还不到20厘 惯性的是巴斯感受到施奶妈的气息 一直乖乖坐着不动 她内心很清楚奶妈永远不会伤害自己 为了让巴斯更好的消化食物 施奶妈每天都会去几十公里外采摘嫩竹叶 加班加点地把竹叶切细碎 然后喂给她吃 由于施奶妈每次喂饭都要花费两三个小时 她跟巴斯开玩笑说自己很累 开玩笑跟她说 你要吃的话 饭碗要端住才有得吃啊 懂事的巴斯会自己抱着饭板 施奶妈就跟她紧坐在一起 把竹叶揉成团一口一口喂给她吃 为了让巴斯保持健康 施奶妈每天都会带她做一些锻炼 在对方温柔引导下巴斯成功爬上木甲 然后低头认真听着奶妈的敲喷声 一点点挪动身体并乖乖坐下 为了方便照顾 施奶妈干脆搬到巴斯寿舍旁边的小房子里 晚上多次起来查看她的情况 然而由于施奶妈全身心照顾着巴斯 却因此忽视了自己的健康 最终施奶妈年仅46岁就因病去世 没能陪巴斯走到最后 奶妈的突然离去令巴斯深受打击 伤心难过的她连续七天不吃不喝 其他饲养员换上施奶妈的衣服 并模仿她的语气和巴斯交流 一点一点地把她劝了回来 也许是太过想念 巴斯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最终她在第二年追随着心爱的施奶妈去了 相信巴斯和施奶妈一定会在潘达星球团聚 延续他们之间未完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